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地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一期节目我们当时谈到 说到了一个所谓天象的概念 从中引出了风神演义当中的一些故事 其实故事当中还是他讲了一个核心的人物 就像我们说风神演义现在看电视联系剧 都看的是妖精狐狸是谁演的 别人都不是主角 那只狐狸是在轩辕洞里头 轩辕是什么 皇帝 狐狸出在宫里头 狐狸出在一个让人听起来是非常冠冕堂皇的地方 但是风神演义绝对是一个 绝对是写书的人绝对高过 在我感觉当中 他的境界 他的生命理念 他能认识超越今天太多的人的认识了 这个湖南大水 我后来昨天看了看真的有意思 有说头这个 这绝对有说头 我们先看一下当时湖南大水的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湖南特大洪灾 灾民们只能靠自救 这是报道上讲的了 7月1号 那湖南包括宁乡 楼底 长沙 特大洪灾 那叫苍蝇满目 惨不忍动 那大部分村民只能自救 到底死多少人 实际是一个被掩盖的数字 官方说是33个人 3号的时候 县城部分商户上街游行 抗议政府不作为 那这次洪灾被村民们说 很多是应该是人祸 提前泄洪 没有通知 但是呢 7月1号大水被称为是 长江的第一 今年2017年的第一次洪峰 朋友朋友昨天留言说 涛哥这洪水有点像98年的 98年的洪水 我跟大家解释过 多次解释过 从北到南 黑龙江 松花江 一直到南 珠江流域 逢江 江泽民的江 就是发大水 淮河那一年还旱 还旱 所以从南到北 当时的当时的哈尔滨 淹了在松花江 这个这个松花江那一片 淹了很多很多地方 到南到广州 珠江流域淹了很多地方 长江就不用说了 98年长江那个 那个王八满街跑 所以江泽民也到长江去了 也是王八满街跑 那 那是对应着江泽民真正上台 97年 邓小平死了 然后 97年的香港回归 可是97年的香港回归之后 他就把陈希同抓了 陈希同叫北京帮 江泽民抗扑了他 那后来到了98年 那陈希同大概应了多少 20万 20万块钱 那是多少钱 判了他16年 后来死在昌平了 那98年是江泽民真正主政 获得权力 所以98年9月份 98年我都很清楚 有一篇文章叫 江泽民总书记第一次在北 在北京市视察 我忘了是不是去了昌平 那意思就是 在 陈希同在的时候 江泽民进不了北京 就等于拿不下中国 所以98年 发大水 江泽民获胜 这是一个标志 那 这带有着天象的变化 他是只蛤蟆 对吧 那 无论他的起家的上海 还是他的出生地 都是跟水有关 就邪了门了 没什么邪了门了 人站在利益的角度 就觉得他邪了门了 因为你解释不了 人站在生命的角度 就是天象的变化 那应对着今年 在湖南发大水 突然的 7月1号 党的生日 湖南是共产党的家乡 对吧 韶山 共产党代表 那应对了发大水 这圈化圆了 那这种事情 在我眼睛里 同样是要发生的 自然要发生 2016年底到2017 阴火守心 这是我们当时讲的很多 那同时我们还提到说 应对了推背图的52图 这是第52图了 它底面提到叫 掺枪一点 现东方 无处依然有帝王 门外客来中不久 乾坤再造再脚抗 那我们解释比较多的 就是最后这句话 乾坤再造再脚抗 那后来其实昨天我 一期节目做完之后 有一朋友说 揭露了一个真相 这个真相让我看起来 他说那就更特别了 掺枪一点 现东方 掺枪是掺枪星 对应的惠星 是1986年哈雷惠星 1986年哈雷惠星 他讲的就是 在这个 他意思是说 当时苏联出现了变更 戈尔巴乔夫搞改革 从而把这个苏共就给解体了 其实在当时的中国 那胡耀邦也在搞改革 在经济开放的背景之下 要走向和平的社会的转型 抛弃中共一党专政 所以这也是在 85年86年的前后 到了87年 胡耀邦被拿下 对吧 胡耀邦被拿下 赵子洋上去 这是前后的故事 两年之后 胡耀邦气死了 就这么回事 那 掺枪一点 现东方 是指的惠星 是指的8964 在中国人来讲 指的是8964 吴楚依然有帝王 这里呢 我原来看的比较多的 都是说 吴楚指的是江泽民 江泽民的家 自己出生地是吴国 原来吴国之地 就没去解释楚 结果昨天那朋友说 涛哥 说你习近平来自于楚国 这是习仲勋他爹 习仲勋自相近 祖籍在河南 邓州市 习家营 河南邓州呢 就是谁出的这句话呢 有一句话很有名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句话来自于邓州 来自于邓州 而邓州之地 是汉楚必争之地 是楚国的 那那朋友提醒我了 他说那吴楚 依然有帝王 江泽民 习近平 一个是吴 一个是楚 他们出现在八九六四之后 那这事就 门外课来中不久 门外课指的是共产党 门外课指的是共产党 中不久 今年一百年 列宁在一九一七 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份 苏维埃正式成立 在苏联 二零一七一百年 百年红朝 门外之客 中不久 乾坤再造 再搅亢 搅亢是今年 这里说的乾坤再造 再搅亢 他只是碎星 碎星是指木星 他讲的是碎星 在搅秀和抗秀的 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人间出现大变化 乾坤再造 一切重来 那里面他就谈到了 几次灭亡的天象 他讲碎星翻右脚 天下更亡史绝灭 这都是李淳峰 在另外一本天 这个天象书中写的 他第二次更亡呢 就是碎星走着 不同的位置的时候 木星逆行至真 即守之 其国有丧 人均改服 天下耕主之令 其国有丧 国王死了 死人呢 死亡了 那人均改服 那死亡了 改朝换地了 那时候古熟的人 改朝换代 连衣服都换了 对不对 天下耕主之令 7月1号 习近平到香港 主持了正式 他占领了香港 习近平占领了香港 从江泽民 曾庆红手里拿过来 结果纪念香港 回归20年的新闻片里面 当时主持回归 主持回归这件事情的 中国最高的领导人 江泽民 国家主席 不在视频上有 被习近平给拉黑了 不就改朝换代吗 他第三个 木星行至 底绣的门槛上 这个时候叫做 木乘底之右星 天下有大水 有大兵 天下有大水 7月1号发大水 而在这次发大水当中 有一个地方 发的水比较大 湖南著名的城市楼底 那楼底在湖南省的 几何中心位置 那它是中国原材 这个核武器发展基地 核原料的战略储备基地 那而这个楼底 这个地方呢 在它的地名当中 有来处 他说据传是天上 28星宿中的楼星 和底星 在这里相交硬灰之地 所以叫楼底 这个底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底绣 28星宿当中的一绣 跟这里说的 底绣是一个 这里说的大水 我不知道有文化的朋友 你怎么解释 完全就应对上 而在湖南 就是共产党的 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 你只能这么说了 毛泽东在这儿 全给抢过去了 所以他抢过去了 就得死囚了 共产党死定了 对吧 共产党死定了 乾坤再到再脚抗 就讲这下半年 下半年从7月1号开始 就应对着这天意当中的一切 我还是说那句话 2017 净化和回归 净化所有那些利益者 对神明 对真正的信仰的侮辱者 回归 回归你生命的属性 回归自己 对自己的生命的基本尊重 回归道德 是个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